9月5日上海台商子女學校學生集體前往上海閩航區華曹文體中心接種新冠疫苗 當天下午 記者在接種點看到 已有不少學生在老師和家長的陪同下前來登記接種 現場秩序井然 我們學生總共有611人 需要這樣子接種 那其中有366人就到華曹這個文體中心來接種 那我知道像今天打字破心了 那到目前為止我看留官的學生也都沒有聽到有什麼不良反應他們覺得感覺是來交友一次然後就回去了大概 我覺得還中還蠻好的 上海台商子女學校八年級教師林淑貞告訴記者 學校的老師們已在年初就接種了新冠疫苗 學生和家長們早已期盼能盡早打上疫苗 為了能緩解學生們的打針焦慮心理 老師還特別分享了自己的接種經驗 我發家長群之後大家就是陸訓的接融說要打然後一直開始詢問說我們該怎麼施打 那學校在哪裡打 然後打什麼樣的疫苗這樣子等等 對所以我們班其實是還蠻希望能夠趕快打到 疫苗 對因為畢竟疫情嘛怎麼樣發生大家都 不知道所以 如果能夠打到疫苗大家是比較安心的 相比起老師和家長們的緊張 上海台商子女學校的學生們反而顯得十分淡定 呃就是 學校通知我們說可以 集體一起 來打疫苗 然後就來到這邊打疫苗了 有沒有緊張 剛剛開始準備的事 呃 實際上也還好 因為之前有 呃打過別的疫苗嘛 所以說就沒有那麼害怕 呃 還有不能吃海鮮 還有多喝水 還有不能吃辛辣的 據悉 上海市於9月1日20時啟動12至17歲在戶港澳台同胞新冠疫苗登記預約接種 根據知情自願風險自單原則 自願接種新冠疫苗的12至17歲在戶港澳台同胞可憑公安部門制發的港澳居民居住證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 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 台灣居民居住證 通過健康云平臺進行線上預約登記疫苗接種 登記時需同時提供家長或監護人的相關信息 《雷仁松 ter廣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